好 下一位 博之姐 可以 不用有压力 我没有 博之姐 你要不给刘老师个面子 霍霍两下待会儿 什么 唱的时候唱出来 可以 好的 来 音乐开始 五六七八 来 早上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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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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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刃在我手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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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 我 我 好 根本不可能唱的跳舞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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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刘老师 我觉得这是今天唱的最多的一位姐姐 不希望每个姐姐能达到多精彩的表演程度或者演唱程度 只要有突破就是进步 来 下一位姐姐 我也ائTele 铁了一段 你铁了一段 你铁了一段 但是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来 坐吧 快 好 谢谢各位姐姐 第一首歌曲考核完毕 第二首考核歌曲 《理所当然》 小明哥 我也放弃 好 李飞儿姐姐放弃《理所当然》 对 我放弃了那个 好 张伯志姐姐放弃了《理所当然》 我宣布考核开始 请姐姐自行决定考核顺序 小明哥 能听一下伴奏吗 我们没有听过 可以 你站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第一个 我来吧 好 贾清姐姐 但你记住了 你能唱两句 唱两句 不然刘老师今天白来了 好吗 给刘老师点面子 好 姐姐准备好了 就举手示意 音乐开始 好 音乐开始 好 音乐开始 你在干嘛 右边 可能都不想 又来了 没了没了没了 不计得 她昨天晚上都回来好晚迷失就要一直在联 练到今天早上五六点 只要练三个小时 两个来了都先练的 她有什么可练的 今天来直接练不就好了吗 佳琴 我现在提到她就要笑 她真的是 我昨天晚上 我已经上床睡觉了 她还在练 她真的花了还蛮多心思在练的 但是今天早上一小考上来 就给大家拜年 我忘了 两支舞 她都是freestyle 白脸了 两支舞 但是她那个精神你知道吗 就是超级自细 我忘了那我也跳完 你管我跳的是啥 没了 没剪 来 下一位姐姐 好的 音乐开始 不正常 不正常 至少人家也唱了两个英文单词 不正常 不正常 前面当的都对 当的也对 好 恭喜珊珊姐来 请坐 真的是无法一边唱一边跳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歌 合到那个舞里去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现在就是把歌唱好 来 刘烨姐姐来 平常 我平常 我已经不要这个面子了 白来的 我已经不要这个面子了 白来的 好动作 果然 regular 有空吗 怎么办 好的 那姐姐们的话 就是刚刚看 第二个节目到来 挑战组最难的 就是唱和跳的结合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很需要花时间的过程 也是对他们来说 最难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姐姐来说 有很多都是 唱跳小白 那你学完这一首歌 可能大家很兴奋 记住 但是学下一首歌的时候 就忘掉第一首歌 但就整体的那两首歌的话 因为难度特别大 所以给到他们时间 周期又短 所以他们在完成度上面的话 就没有那么高 旋路姐姐请 好 音乐开始 哇 但他不会说 放在你来 你会不会爱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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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我看到刘老师终于笑了 终于听见一首歌了 终于是唱跳了 他是要完成两首歌曲 而这两首歌曲 他是能够把所有动作都 完成得很好 甚至没有太大的失误 所以这个也让我挺惊讶 挺惊喜的 刘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本子